植物旅行有什么办法 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 她把她送给自己的娃娃 只要有风轻轻吹过 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 蒲公英妈妈有个好办法 她给孩子穿上再次的铠甲 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 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蛙 娃娃妈妈更有办法 她让豆莢晒在太阳底下 爬的一声豆莢炸开来 孩子们就奔着翘着离开妈妈 植物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 不应你不信 你就自己观察吧 那里有许多许多的知识 有个字我不会 没事可以跳过去 新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 哦 读完了吗 好棒哦 好棒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